所以按照这声音来讲 我以前就说我们常常念佛 但佛在金刚经又讲说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那我们每天念佛不是行邪道吗 不是 我们念佛是可亲近 念咒是可亲近 那是用声音没有错 你不用声音也可以 在心里念也可以 但是你初声念 然后印到心里面来 你念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讲脏话 不会讲八卦 不会讲脏话 因为八卦三在脏话 对不对 你不会讲八卦 你在念佛的时候不会讲八卦 你念咒的时候也不会讲八卦 也不会讲脏话 那就不忘语 那不忘语的话 你自己可就亲近了 还有意念的亲近 还有身体的亲近 这就是亲近法嘛 你亲近到最后 你终于得到亲近法身了 而不是用你念佛的声音 不是用你去求来的亲近法身 不是用声音去求来的亲近法身 而是用你的身口意亲近的 到了十二分 十三分 十六分的亲近的时候 你就是如来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这一段 这个非法身 非相分 我是这样子解释的 所以转轮圣王 我认为说 也是无形的 也是无形的 像十殿阎王 都是很庄严的 十殿阎王 都是很庄严的 像地藏王菩萨 也很庄严 像观世音菩萨 也是很庄严 他也是三十二相 地藏王菩萨 也是三十二相 文珠师弟菩萨 也是三十二相 很多的菩萨 都是三十二相 但是菩萨 就不一定是佛 三十二相 这个佛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菩萨也有三十二相 但菩萨不一定是佛 不一定每一尊都是佛 所以你看那个 转天上界的 一房大地 天地 道立天 他也有三十二相 转地界的 转地界的 像天官 地官 水官 都有三十二相 像十殿元王 也有三十二相 但是他们不是佛 这个是我解释的 好 好 感谢观看